外观也很奇特 您能看出它是荷包蛋吗 这个荷包蛋它是把鸡蛋煮熟了之后再煎的吗 不是啊 就一整个的放进去是吧 嗯 怎么样 外边的皮特别的脆 里面的腥特别的嫩 大姐你能教我吗 不能教 那么干脆啊 不能教 没有想到李大姐非常干脆就拒绝了我们的请求 其实并不是她不教 而是很少有人能做得好 在我们编导一再请求之下 李大姐终于答应教她做这道菜 前提是要先练好这个 练到藏业方 这怎么 不是说煎荷包蛋吗 怎么 先做核桃 我觉得还行 很简单的 要让核桃在锅铲上匀速地转动 并且还不能掉 这可是难坏了我们编导 不过她的决心看起来还是非常大的 好好加油啊 历史上辣猛乡是茶马古道必经通道之一 在过去上饭门人困马乏的时候 最想吃到不受季节影响 不怕气候变化的饮食 于是就有了这道松山荷包蛋 而我们编导也终于通过了考验 松山荷包蛋对鸡蛋的新鲜程度 油温火候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哪一步出现瑕疵都会做不成 李采玉为我们做着示范 很快她就做好了一个 这整个形状就好像是一个鸡蛋一样啊 刚才练习了半天 现在该我们编导上手了 现在可以到了 可以了 等等我好紧张 我回一下步骤 焦 要焦 使劲不停地焦 为什么我焦不成圆呢 原来速度还是不够 速度还不够啊 虽然我刚才苦练了老半天的基本功 但是事实证明 我做的和大姐做的完全看上去 外观就是两个瓶酒啊 历宿族村落里 奇特的原始美味是什么 豆腐长得像毛毯 凉拌生吃味道好 学艺民间美味香土汁 其味隆岭 夏节更精彩 在洋然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平达乡的黄莲河村 一座历宽